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父父师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今天的新疆 那么位于新疆野马古生态园里也有一座左宗棠纪念馆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左宗棠纪念馆 它的整体建筑风格是三进式灰派建筑风格 门栏两侧还对称挂着一幅左宗棠亲自署名的一幅对联 它的上脸叫做棕木古金环字形 下脸叫做侧身天地一无言 这个纪念馆内展示了大量的历史照片以及文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父父师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左宗棠是收复新疆的一位伟人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那么这座纪念馆不仅讲述了左宗棠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 这里也成为了人们去了解这位民族英雄的重要场所 公元1876年 左宗棠指挥军队进入新疆 他采取先北后南 缓进速战的运钉策 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 再攻击南疆的敌人主力 左宗棠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新疆的整个北疆 关注小兔 看见真实的新疆